我不了解你提到的相关情况 作为原则我愿意强调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特定国家和企业的做法 美方的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注定损人不利己